看看看看,这是谁在教女儿啊 十三阿哥看着这对母女微笑着 我当然也愿意教女儿了 兰静干脆地将欢颜抱了起来 让她坐在自己的怀里 一边逗着她笑,一边说着 只是她也该多动动 这样她的小腿才能有劲儿,是不是? 娘,好痒,好痒啊 欢颜让兰静柔弄得笑软了身子 欢颜来,到阿玛这儿来 十三阿哥赶紧伸过手来解救着自己的女儿 亏你还是当额娘的 总是拿自己的孩子来玩 怪不得米虫见了你就多 十三哥,十三嫂 十八阿哥这个时候带着米虫一起回来了 你们又说米虫什么呢 她虽然不太喜欢运动,但真的是挺好的 小十八 来,快坐下歇着 兰静站起来,让这十八阿哥坐下 又倒了碗果汁递了过去 怎么样,走累了没? 没有,有米虫陪着一起走 我是不可能会累着的 十八阿哥笑着说 来,米虫 兰静是一丫鬟也倒了一碗果汁给米虫那儿送去 自己则招手把她叫了过来 伸手去扶着她的额头 怎么样,出汗了没有? 没有 米虫虽然没躲 脸上确实没有什么欢喜之情 当然,她脸上是什么表情都没有 回答的话也是言简意该的 你十八叔现在需要练身子 兰静诚心要逗这个儿子说两句话 你可是要陪着他多走走 可不能再偷懒了 哦 这回可好 人家连十字都不回了 兰静瞪了忍俊着 看向自己的十三阿哥和十八阿哥 再看看面前这张小小的面瘫脸 气不过的伸过手去轻掐了一把 好了,去坐这歇着吧 哥哥哥哥 一旁的欢颜见到米虫 早已经是喜笑颜开了 挥舞着小手叫着她 而米虫也就真的过去了 对着欢颜 米虫从来都是比对着蓝静有耐心的 她任由着欢颜在自己的脸上俯弄着 甚至是大大的亲上一口 亲得她一脸口水 她都一点也没有要躲或者是不耐烦的意思 而本来一直面瘫着的脸居然还会带出一丝的笑意 蓝静狠狠地瞪了一眼 总是不给自己面子的儿子 叫过人来吩咐着 去把大哥哥带回来吃点点心 阿玛 阿娘 十八叔 弟弟 妹妹 过不多时 随着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 欢心冲进了亭子里 手里还拿着各式的花枝 挨个的把所有人都叫了一遍 又挨着分着她采集来的礼物 阿玛 这是你的 阿娘 这是你的 十八叔 这是你的 米虫 给你 欢颜 来拿好啊 蓝静在感动于女儿玩乐时 也不忘了孝顺父母的同时 看着手中的花枝 却实在不知道该将它如何处置 这个东西说是花枝 其实剩下的基本上就是枝了 花瓣是一丝不见 勉强剩下几片叶子 也是玄玄欲坠地挂在上面 哎 好姑娘 十三个对女儿的孝心 一向是欣然接纳的 不管是现在的枝子 还是之前曾有过的毛虫 只是在接过大女儿的孝敬之后 却还是不着声色地 将小女儿手里被塞进的枝 取了出来 以免那张嫩嫩的小脸 不小心被划到 姐姐 欢颜任由十三阿哥 去取了手中之物 只是将大大的笑容给了欢心 妹妹来给姐抱 欢心如往常一般地伸手去抱欢颜 也如往常一般地被米虫拦住了 用它采给的花枝 米虫 欢颜皱着小脸瞪着米虫 我要抱妹妹 不行 米虫很干脆地否决了 她是我的妹妹 我要抱 欢心生气了 她也是我的妹妹 米虫这回话倒是多了 不让你抱 蓝静揉了揉额头 美好气地冲着 看得一脸趣味的十三阿哥和十八阿哥 翻了个白眼 眼前这个戏码又不是第一次上演了 他们用不用每一次都这般的兴致勃勃呀 正当蓝静要开始她的第一百零一次的调停之时 一阵脚步声传来 只见一个小丝正快步地往这边跑 去看看 蓝静收住了本来要说出口的话 吩咐着身边的小楼 是 小楼行李答应了一声 快步地迎了过去 会不会是小石区那边又有事了 十八阿哥皱着眉 前两天不是说已经有好爪了吗 十三阿哥和蓝静都没有回答十八阿哥 因为小楼在与那个小丝简单地对几句话之后 已经带着她一起快步地过来了 爷 小楼直接向十三阿哥禀报着 皇上有指宣爷去行宫呢 什么 十八阿哥惊讶地重复了一遍 皇阿玛让十三哥去行宫 这怎么会呢 十三哥现在的身子 哪能经得起上路啊 让他尽前来回话 蓝静心里也是一直往下沉 但听到了十三阿哥的吩咐之声后 也不忘了跟着发出了指令 把大阿哥和格格们送回房去 阿玛 米虫抬起头来看着十三阿哥 去吧 十三阿哥对他点点头 看好了他们 是 米虫点了点头 然后一手牵起了欢颜 一手又对欢心伸了过去 走 回去了 说吧 十三阿哥看着自己的儿女们走远了 才问着那个小司 怎么回事 回爷的话 那个小司忙回着 是宫中的侍卫们来传皇上的旨 说皇上赵爷和三倍了 四倍了 五倍了 七倍了 八倍了 九爷 十爷 十二爷和十四爷 一同立即前往新宫 没叫我吗 十八阿哥问着 没有 好 知道了 十三阿哥点了点头 又对那个小司说着 去 让管家请他们进来等候 我收拾好了 就马上跟他们走 等等 蓝静在那个小司 答应之前就开口了 请到里面来 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蓝静 十三阿哥看着蓝静 爷 蓝静也看着十三阿哥 目光中满是坚定 罢了罢了 十三阿哥冲那个小司 挥了挥手 按福晋说的做吧 爷 蓝静推着十三阿哥的轮椅 妾身先侍候您去更衣 十三哥 十三嫂 八阿哥也忙跟着过来 出什么事了 花马明知道你的身子不好 为什么还要照你过去啊 又为什么哥哥都叫了 却偏不叫我呢 可是小十七 有什么不好吗 小十八 你且等一等 蓝静这个时候 没有工夫给十八阿哥解释 更何况他自己也是满肚子的疑问待机 他只是急着赶紧吩咐着身边的人去打点行装 除了一些常用的之外 他又嘱咐着 把爷自用的背车上 所有的气垫都打上气袋着 让李大夫和叶大夫收拾着准备与爷同去 并把爷须常用的一些药带好 再把爷的那些羽绒的衣裳等一并装着 天见凉了 爷现在的身子得注意着保暖 蓝静这边吩咐完事 那边十三阿哥也已经跟着十八阿哥分析过了 这次既是照成年皇子过去 应该就是与朝政有关 所以十七阿哥那边倒不用太过担心 只是十八阿哥的神情却一点也没有不担心的样子 他一直紧皱着眉 看看十三阿哥 再看看蓝静 只是却没有再开口打扰他们 蓝静也见到十三阿哥对十八阿哥说话了 正好他可以省下功夫来细细想想眼前的事情 自己是知道十三阿哥历史上被圈禁了 也还知道成年的阿哥们在一废太子时都或长或短的被圈禁过 可是却不知道他们还有被叫到行宫里这一出 不过想想若是这一回是要废太子了 那按照以前的做法 康熙会把人都叫过去倒也不算太反常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着太子的事 让他对这些皇子们都起了疑心 只怕有人会在京城里搞一些有的没的 就索性把所有的成年皇子都叫到了身侧看起来 连十三阿哥这个起不了身的也不例外 要是这么想着 说不定十三阿哥他们一到行宫就会直接被圈起来呢 以十三阿哥现在的身子那肯定是绝对经不起的 其实别说是圈禁了 就是一路上的颠簸他也是受不了的 皇上吉兆本是应该飞驰而去的 可是十三阿哥现在连战都得让人扶得身子骨 还什么飞驰啊 所坐的车多颠一颠就只怕会散了架了 虽然自己叫人贝勒有气垫可以减震自家的车 可就是这样也不能让他的担心有丝毫的减弱 十三哥十三嫂你们先进去收拾吧 十八阿哥走到了主屋之后 就对着十三阿哥和蓝静说着 我在这里等着那帮侍卫 我正好也有话要问他们 这个时候 蓝静和十三阿哥自然也不会去跟十八阿哥客气了 对他合了合手 然后就直接地进到了里屋 爷 蓝静一边找出了十三阿哥的行装给他换上 一边问着他 您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放心 不如我跟你一同去吧 反正黄阿玛只说召见你们 也没说我不许去的 胡说了 到什么时候也是黄阿玛召谁谁才能去的 十三阿哥摇头说着 你也不用不放心 我的身子最近已经好多了 只坐着马车走不会有事的 或者我办成您的侍从 蓝静突发了一个奇想 越说越浑了 十三阿哥在蓝静的头上敲了一下 你啊就只管好生地待在京城里 把府里管好 把孩子们带好 等我回来就行了 那让盈嬷嬷或者是小楼他们跟着吧 蓝静又想到了个变通的法子 有他们照顾着您 我多少也能放心些 你啊别瞎想了 十三阿哥摇摇头说 黄阿玛召我们前去商量正事 我却又带着女郎 嬷嬷又带着丫鬟 叫人看着像什么事吗 蓝静当然也知道 自己想的这些并不适用 可是除此之外 他也是再想不出 其他能让十三阿哥 在路上过得好一点的法子了 爷 蓝静一一进了十三阿哥的怀里 负着他虽略长了些肉 比以前的结实 确实差上许多的胸膛 我也知道 我说的这些都不行事 可是我现在的心里乱极了 府里这边 我当然是会打得好 也只管放心就是 只是也这一路上 没事的 十三阿哥抬起了蓝静的脸 看着他的眼睛说着 我对你放心 你也要对我放心 我说没事就没事 你只管信我的就好 好好地带着孩子等我回来 好 蓝静在十三阿哥的怀里点着头 也回看着他的眼睛 郑重地点头映着 我就在这里等一回来 带着孩子等一回来 接下来的时候 蓝静和十三阿哥 再没有说话 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着 蓝静默默地给十三阿哥 换好了里外衣服 又默默地给他挂上了 各式的饰品 一应首秀之物 皆是他自己的亲为 最后蓝静又默默地 重新给十三阿哥 打着辫子 慢慢地通顺着 又慢慢地边接着 爷 附近 正在这静默一片的时候 外面的小楼禀报着 侍卫们已经过来了 正催着呢 知道了 十三阿哥平静地说着 我们这就过去 蓝静的手只停了下来 又用着之前的速度继续边着 再系上自己亲手边的边绳 好了爷 蓝静咬了咬牙 转到了十三阿哥身前的时候 脸已经如平常一般的温婉了 声音也沉了下来 好 十三阿哥抚了抚蓝静的脸 推我出去 蓝静推着十三阿哥往外走的时候 远远地就听到十八阿哥的声音 很不耐烦地 很不高兴地说着 跟你说了 我十三哥在更衣 你催什么催 你这是瞧不起我十三哥还是瞧不起我 奴才不敢 一个声音在恭敬地解释着 十八爷 奴才只是奉命行事 还请十八爷见谅 见什么谅 十八阿哥生气地说 我若是不见谅 又怎么样 小十八 你又胡闹了 十三阿哥在轮椅上开口 声音清朗里带着些兄长对右弟的宠溺 十三哥 本来端正坐在椅子上的十八阿哥 听到了十三阿哥的话 就赶紧站起身来迎了过去 第一句话就是告状 这些个奴才实在是可恶 居然对我都敢放肆 奴才们不敢 那个侍卫本来正要过来与十三阿哥见礼 听到十八阿哥这话赶紧地跪下来 奴才对十八爷绝对无丝毫不敬之意 奴才们只是 知道了 你们是职责所在 十三阿哥笑着接着他们的话 没关系 十八爷会体谅的 你们都起来吧 十三哥 十八阿哥也没在管那些侍卫们 只是急着跟十三阿哥说 我想到了 可能是黄阿玛在说成年皇子的时候 一时忘了你身上还有伤 可恨当时在场的那些个奴才 也没有说给黄阿玛提个醒 等我写信 跟他说一声 你就不用再去了 兰静心里一闪念 怎么 十八阿哥还会跟康熙通信吗 不过也就是只是一闪念而已 因为十八阿哥所说的话 比自己之前说的都还要傻 康熙是何许人 他的记性可是一等一的好 他怎么可能会忘了 十三阿哥身上有伤呢 再说了 他那个旨意里 可不是只说了成年皇子 而是将要罩的皇子 一个个点出来的 奴才给十三爷请安 给十三不敬请安 那些侍卫们见十三阿哥 对十八阿哥只是摇头笑着不语 赶紧趁着这个机会上前来 给他和兰静建立 奴才奉命行事 对十三爷若有什么怠慢之处 还请十三爷不要怪罪 十三爷不会怪罪 我却会 兰静将话接了过来 只是现在你们还没有可以让我怪罪的 我希望接下来也不会有 十三不敬可是有什么吩咐 一个侍卫出言问着 不错 兰静点了点头 目光盈盈地看了过去 不过在我吩咐之前 我却有话要先问你 不进行说 那个侍卫弯腰说着 奴才能答的 自当如实回答 放心你不能答的 我自然也不会逼问 我现在就想要知道的 是十七二个的病 现在可好些了吗 十三嫂 没等那个侍卫说话呢 十八个就开口说着 这个我刚才问过他了 他说十七弟现在已经好多了 奴才并不是侍候在十七爷身边的 那个侍卫赶紧跟着说 这些也只是听说来的 我之前虽然没有见过你 但从你的几句话答应来看 你应该是个谨慎的 兰静笑着说 所以你能说出来的话 随时听说的也有着几分准了 知道十七弟安好 我也就放心了一些 现在我就要说我们爷的事了 兰静看着那个侍卫 清清楚楚地对他说着 我知道你们着急办差 也不跟你们多做废话 我爷的身子你们也看到了 连站都站不起来 更别说骑马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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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